蓝位部分的话,产生的方式 特别注意,你就直接去切它 它一定得到是错误的资料 所以,我要第一个 先把你现在看到的东西 真的转换成文字 那怎么真的转换? 特别注意,它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技巧 一,请你先在这个图辰格上 按右键,图辰格格式 二的话,请你先点到制定 反正不管,制定里面 得到的结果里面是什么 你就把它复制起来就可以了 复制之后的话,直接贴到那个test 里面不是有一个参数叫做formate test 前后加算的话就可以 跟那个000加算的道理一样 所以把它复制起来 OK,一 二的话,回到这边 插入我们的test函数 然后他会问我几个问题 你看他6,就这个 第二个问题 就把刚刚的那个复制东西贴到什么 双引号先加两个贴到中间来 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发现 他就帮我把他里面原来的东西 转换成文字了 OK,那经过这一道程序之后 你再用lab的切割才会成功 OK,这个应该可以理解 很重要,因为很多地方同学都问的问题 大部分都跟这有关一些 他说,奇怪,老师为什么做半天 就是我看到的跟我得到的不一样 如果是这样,请记得 你就要想到用test 这一招还蛮管用的 OK,什么时候遇到蛮多地方的 不只只有日期而已 像货币也有 如果要得到货币,前面那个符号怎么办 OK,其实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按确定 但是得到的结果,它会是什么? 文字是这一串东西 这时候真的是文字了 接下来请你再把这一串东西留下前两个字 所以等号不要剪下 不包含等号后面的公式剪下 再插入什么?插入laps 把刚刚剪下的公式贴到laps里面去就可以了 laps 把它贴到laps里面的test 就这一串 我只需要这一串的前两个字 number chart两个字 按确定 不过按确定之前,一样的道理 它现在是文字 两个字之后还是文字 它不会因为这样变数字 所以按确定之后按去 像这样填满 另外还有一个蛛丝马迹 各位可以看一下 靠左靠右 你会发现 所有的数字 假如数字全部靠右的时候 你就要注意 它有可能是文字 那你想说 那我什么时候会变靠右 其实只要把它们转换成数字之后 它就全部靠右了 记得 因为等一下我们要统计什么 统计 那个几年字 50到59 60到69 70到79 有没有特别知道 这个一定是个数字 你用文字 你用文字来统计的话 一定会失败 因为文字 它没有办法做计算 也没办法做大于小于这种计算 所以如果 请你把上面这两个 因为上面有东西把它删掉 就有点像 如果我今天利用什么 用那个资料里面的筛选功能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用过这个功能 筛选 筛选的话 假如说我要查什么 查哪个区间的资料 你会发现 它就会出现什么 文字筛选 如果说你要哪个区间 你会发现它没办法设区间 比如说我要大于小于等于 它就没有办法出现 那什么时候可以做这件事情 记得你一定要把什么 把这一个结果怎么样 转换成数字 那怎么转换成数字 刚刚交过 外面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value 前刮弧 再加后刮弧 打个勾 有没有发现 马上呢 对齐方式 就靠右了 那你向下填满 全部靠右了 所以特别水哦 价值又顺便加进来了 你只要看到那个资料 靠右 应该就是数字 靠左 就是文字 如果你敏锐 如果你的神经不敏锐 说真的 很多地方 就不至于出现错误了 所以有些人每次问的问题 一看 一看 明明文字一定是错 改一下就好 为什么 因为对齐方式很清楚 OK 好那这样来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要用枢纽分析表 该怎么做 如果我今天 已经有几年次了 然后呢我希望 做出像我们后面这边看到的这个 枢纽分析表的结果的话 统计出哪一个年次占比最高的话 其实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你们其实 顺便也教各位 使用枢纽分析表的 最关键的地方 就是你要统计什么 请你先产生那一个栏位 如果没有那个栏位 你是无法使用枢纽分析表 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 人说老师我就用枢纽分析表 为什么不能用 它很简单 你根本没有那一把 你怎么做 做出你要 所以先变出来 那我们已经有变出来 再来的话呢 就可以用 怎么用 待会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切一下 那刚刚的那个公式 结果我会一样的 把它放在那个 云端白板上面 等于是我们用了 三个函数 先test 再test 外面再包value 有没有 OK 三层 当然 这都关键 有些地方说真的 一般在书里面 也没有特别 去针对这部分 去细部讲解 那我会这么特别 特别会讲 主要是因为太多同学 问的问题 都跟这个有关系 也就是如果这个地方 观念厘清的话 那将来就应该不会有问题 尤其像什么 那个资料形态 都搞不清楚 文字跟数字不一样 如果你这个地方没有观念 说真的 你以后再处理data的时候 一定都会有大问题 OK 就资料形态问题 很多人不知道 资料形态不一样 原来结果不一样 OK 很多人搞不清楚 文字资料不能计算 不能计算 他只能串接 他不能计算 那怎么办 用翻译论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 没有很困难 但是都是 很重要 很关键的 那个观念厘清 如果你这个部分 有厘清的话 那你将来再处理 任何资料 就很简单 尤其像使用 那个枢纽分析表 或者是什么 Power BI 或者什么Terry 那种工具 那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丢给他的资料 是文字 他怎么可能 帮你辨出你要的结果 那不可能 所以第一步 你要转 转给他对的资料之后 他给你的资料 就会是正确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部分 那我是把刚刚的工赤 放在云端白板的第四页 一样也可以找得到